今年以来,继迎接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的新朋友老友到访后 中国人民的又一位老朋友,加鹏总统邦哥 于4月18日至21日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作为中方在2023年接待的首位非洲国家元首 加鹏总统访华释放出哪些信号 对此,中心社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刘海芳 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院长李鸿峰对此进行解读 在会谈中,两国元首决定将中加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李鸿峰认为,明年是中加建交50周年 双边关系战略一词的加入 意味着未来中加关系将更负全局上的协作性 包括双边和国际层面 合作领域将更加多元立体 合作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 每次我们双边关系的升级 我是觉得一方面就是意味着对过去合作成果的一个肯定 第二个也是就是对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规划 所以我想在未来应该说跟加鹏在各方面各个领域 包括经济、能源资源 包括基础设施 也包括在文化合作方面 都会有非常明显的进一步的这样的提升 高度的互补性是两国合作的显著特点 刘海芳认为 中国发展经验可以为加鹏提供参考 同时中国的资金、技术等优势 也可帮助加鹏把资源禀赋变为发展红利 将近50年的建交 然后双方一直有很好的这种互补性的合作 因为它有它的资源优势 我们有我们的发展优势 所以可以互相给力 他们能够继续支持到中国的资源的需求 然后同时中国也能带动它的本土的发展 特别是包括它把它的资源优势 转化成这种工业的优势 包括人力资源这边 我们也一直都给它很多的这种支持 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深化农业、油气、矿业、淋浴业等互利合作的表述 外界亦广泛关注 李侯峰认为 与近期多国领导人访华达成的合作一样 中加合作再次显示出 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带来更多新机遇 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 其实还是能够给非洲国家提供很多的参考 因为我们也是从人力教育基础比较薄弱的一个状态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这种路径上能够为非洲国家 加碰这样的非洲国家提供很多的一个信心 再有就是很多的这种具体层面经验的操作 比如说这种基层的扶贫 我们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是在各个领域都是能够提供一些参考的 专家认为邦哥此访将让非洲各国进一步看到 中国致力于与非洲分享发展机遇的真心实意 中非进一步深化合作必将是大势所趋 他们都能感受到中国是真心实意的在跟他们在交往 所以有利于更长远的这个上面可持续的这种互利合作 中国跟加碰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成功 它具有一定的典范性 也能够为其他中部非洲国家跟中国的合作 也提供一些参考一些思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